全球文艺色变相关开发的药物 大家都很积极 而中芯大学跟美国大学合作 成功研发出了新的药物 可以让冠状病毒突变几率相对比较低的 病毒核核蛋白来作为标的 抑制病毒的致病能力 还有复制的效果 研究团队还发现了这样的方法 可以抑制跨物种的冠状病毒 目前经过细胞实验阶段 这个研究成果还被刊上了 医学领域的国际期刊 获得了学术接种室 肺炎疫情严峻 全球文艺色变 中芯大学和美国乔治美森大学合作 研发出新药物 这个药物它可以把病毒一个重要的蛋白 合格蛋白 然后像手铐一样 把蛋白抓在一起 改变了它的构造 就可以让这个蛋白呢 在细胞里面严重的聚集 这个病毒蛋白没办法正常的运作 药物导致病毒失去致病能力 被抑制复制效果就会死亡 中芯大学侯明洪教授 研究冠状病毒十多年 冠状病毒能透过快速基因突变 逃脱药物 这次研究团队 以MERS冠状病毒为开发模型 找出能抑制病毒的药物P3 是针对病毒蛋白 它的毒性应该会相对会比较低 在实验之后也发现 它具有跨物种的抑制病毒的能力 开发新药的成果 还被刊登在国际期刊上 获得学术界重视 将和国内生计新药公司 签署合作开发备忘录 进行动物实验和药物最佳化 未来研究团队 继续和美国跨国合作 替控制肺炎疫情 贡献一份心力 记得言论王一璋台中 采访报道